Lio聊四季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破碎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中東杯的比賽 OK 那我們中東杯呢 今天是連續播兩場 這場比賽是Viper對上YOU 中國第一高手 我發現講YOU的話 中文字幕好像會容易發音不出來 我們把YOU講YOU YOU的話可能會更直覺一點 更能發音的出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Viper這邊選擇的 維米斯波斯人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非常快 從會在時代開始 就5%的工作效率加成 這個加成不管是研發支部技術 輪軸技術 或是時代升級都可以用得到 波斯人他的遊俠 是被薩瓦爾騎兵給取代的 所以波斯人後期 也是可以打騎乘單位的 而且他是擁有類似遊俠的單位 然後配上重裝駱駝的文明 同時有遊俠又有重裝駱駝 這種文明特性其實很少 波斯人後期可以打波斯工兵 不需要黃金就可以製造工兵出來 而且也有火槍跟火炮可以用 而且還有大衝車 後期也可以轉出波斯轉向 進行進攻 那他比較弱的地方是 他沒有雙手劍兵 只有重劍兵 然後僧侶的科技也比較弱一點 這一點是波斯的一個小小的弱點 那現在來介紹一下阿茲特克這個文明 阿茲特克是僧侶裡面 我個人認為數一數二強的文明 他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強 阿茲的僧侶每連一個科技 都可以增加五點血量 那在現在這個版本裡 多了一個虔誠科技 所以可以讓阿茲特克的僧侶 血量高達100滴血 那他阿茲特克的老鷹 也可以變成八加九老鷹的傷害 那後期的暴龍斯 也是可以counter對方的步兵單位 當然對方是波斯人 所以不太可能會有步兵 那阿茲特克這邊組成後期 可能會變成僧侶配上老鷹 還有大衝車 自己的戰毛兵為主的一個搭配 好 那這張地圖呢 對阿茲特克也是相當有利 因為這邊的生物 看起來是非常多的 那阿茲特克呢 直接被擊殺兩村 這什麼奇怪的畫面 VIPER直接開局兩殺阿茲特克 黑人問號 這兩村死得有點莫名 剛剛沒有織布技術 哇 VIPER這邊早早前攻 前壓成功 這邊是一個極速棒棒開阿 不點封建直接上棒棒 敲掉兩村民 那這張地圖對阿茲有利的原因 是因為阿茲特克每一個生物 可以產生額外33%的黃金 所以減三個生物 等於四個生物 減到八個生物 等於是十個生物的黃金產量 所以阿茲特克人 在這張地圖是有點小小優勢的 好 那 YO 也是 出了兩棒棒 配上開局的一隻老鷹 跟VIPER的進攻方式很像 但是 YO這邊的進攻 是點風劍時代 帶出棒棒的關係 所以到VIPER家裡 已經有十步技術了 現在要擊殺到VIPER的村民是非常困難 剩四滴 差點就出事了 村民再繼續暴打 直接撞車的東西收掉兩隻單位 剩下一隻殘血的棒棒 閃當眼睛了吧 這次兩棒繼續打 轉成村民直接暴打一波 收掉了民兵 VIPER這邊的肉馬也是送掉了 兩邊都是把自己的刺頭給送了 VIPER這邊轉出了工兵單位 還補了一個兵工廠 正前方也是補了一個射箭廠 那兵工廠補的有點早 這個農鐵還沒灑十片田 就開始補這個一級射 因為這個時候補兵工廠的話 是沒有辦法補一級射的 肉類或許實在太少了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各位 十片田之後 再去點這個兵工廠下去就好 不然這邊兵工廠下了 也沒有辦法馬上點一級射 就會有點小小可惜 那不如就先撒農鐵了 這個順序先調換一下 會讓自己的經濟會再更好一點 YO這邊是小宮開射 射掉這一村有機會嗎 好像很極限跑掉 OK 剩下六滴血 波斯這邊是三四村對三二十七村 村民還是有明顯的優勢 而且封印世代開始 工作效率變成十% 是黑暗世代的一倍 YO這裡不知道又死了一村 現在是被偷了三村 那這邊錯了被偷了三村 然後波斯這邊也有工作效率的加成 村民直接來到了差距九村 甚至靠到十村的狀況 Y.O這裡有點慘 開局被拖兩村 被MIPER滾雪球了 而且Y.O這邊居然還有城鎮中心的閒置來到了一分鐘 這個雪球感覺MIPER會越滾越大 波斯這邊轉出了肉馬 波斯這邊是繼續出小弓 配上毛兵的防守方式 波斯這裡有出肉馬可以打這個毛兵 而且自己也出了弓箭手 這裡有幾隻兵走了進來 家裡有一堆弓兵跟毛兵守著 加上這裡也是兩邊互打 打得非常開心 這邊戳到囉 可能會戳死一匹馬 哎呀果然成功了 這邊騷擾並沒有繼續強攻 而是先拉掉了 好MIPER再補下一個射箭場 哎唷這裡補射箭場難道是要打馬弓嗎 波斯現在可以在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安血人戰術 所以波斯的馬弓策略 是防止對方出槍兵 防出槍兵自己就可以打這個戰象 這把是在馬弓配戰象的一個打法 但這個打法非常少見 難道MIPER會拿出這一招嗎 有沒有可能 還是他只是單純只要出弓兵 可以轉弩兵而已 有沒有可能 雙射箭場弩兵轉騎士 好這邊再騷擾到左邊伐木一下就好 好那白火這邊遇到最方大量的毛兵去開打 肉馬直接收到前面的毛兵 好所以我單純給收掉了 待會拉一隻騎士過來解掉一下後方的騷擾 就行了 這裡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阿茲特克也補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村民宿現在稍微拉近了一點點 這邊會拉近一點點只是個錯覺 因為只是阿茲現在才升城堡時代 然後MIPER剛剛在生時代的關係 不能按村民 所以才有這種村民追上來的感覺 事實上是 這個村民宿是被越拉越大 這個雪球順利滾起來 好雖然YO這邊也有把自己家裡鎖死 但是裡面深城堡時代是不能按修道院的 在深城堡時代第一時間要趕快補下 自己的修道院 因為現在宣武的關係 而且還要防守家裡 所以修道院現在很難補下 這一波雪球越滾越大 YO這邊是先補下了英勇士和夫衛技術二級的 騎工兵鎧 鎧甲 另外這裡有出弓兵的關係 鎧甲一定要先升 這邊鎧甲二級防下了之後 老英不太容易被射死 順利解掉下方的問題 當然上方這裡可能要轉出修道院 才有機會解得掉 OK 趕快補修道院 這裡再假一下 裡面收村 叼望塔 叼望塔 要不要先收我們的村民呢 這邊被打出了個洞來 來看一下這波操作 麥菲這波強攻打得非常好 繼續往前 再撒個一發 老英過來 先解破方的托斯特 托斯特 托斯特還是被貼到了 這邊騎士努力輸出 但很難解決掉 現在老英的傷害只有一攻 但還好對方騎士 理應風都沒有 而且只有一級的馬砍 修道院這邊纏出第一隻聖旅 但麥菲第一時間把騎士聖旅給收掉 但最後還是被招向到了一隻騎士 看起來 VIPER這邊的優勢非常巨大 開到了領先二屬村 這時候再補下第三層中心 而且家裡已經在撿生物了 前方捕獵工程 其實是到手 但沒有繼續補托斯車 打法 還算是偏給對方壓力 這裡直接轉奴炮 那奴炮打步兵的傷害其實很優秀 這邊再抓個幾村 哇 直接被擊殺了10村 現在村民數82村對45村 差距37村 快要來到一輩子村民差距了 那奴炮施 那奴炮這波打的 rally太好了 那奴炮終於可以在這邊撿下第一個 生物啦 屬於自己的生物 波斯這邊已經撿了一個 第二個還在路上 趕快先補血 沒有先去撿生物 這邊只要可以撥到阿茲撿生物的時間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優勢 而且這邊已經領先村民來到快要一輩子數量 再繼續打下去 感覺也不會對VIPER造成什麼太大的影響 或是結果的影響 看起來VIPER是十拿九穩 這算獨奶嗎 還是其實波斯有機會逆轉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最近人家VIPER是世界冠軍 看這邊分數已經差距1200分了 再繼續打下去YO會有結果嗎 那這邊YO阿茲特克蘭要打贏的話 就只能利用自己的老鷹特性 造價便宜 然後可以迅速量產的一個能力 神保斯大概打個老鷹爆配老鷹 配老頭 可能會更有用一點 這裡補下了神聖思想 剩下了老頭的血量 那阿茲這邊是沒有直接轉出大量的老鷹去反擊 而是有轉一些槍兵想要去解騎士 並沒有想要單純無腦的一個打法 那本身老鷹是體質打不過騎士的 所以這邊只能被追著打 這邊槍兵過來先扛住 蛋白批滴先拉掉回頭 繼續往下走 這一波開打 換掉了一些 單位 這裡的騎士收掉了一些 這邊把奴炮放出來 想用來串燒步兵單位 這邊步兵已經數量成型 而且順利的用一隻招想的騎士 解掉後方的奴炮問題 結果奴炮並沒有解掉太多步兵 而是送掉自己的所有單位 待會這邊會有點難守咯 正面的數量不夠多 這時候阿茲特克還補下了宗教皇樂 血量來到屬低血 都是中間普雷跟城堡 這裡阿茲肯定要繼續用老鷹給對方壓力的 好 OK 開起來 解不掉 沒有投石車 這根堡 只能眼睜睜看著Viper蓋起來 投石車出來了 城堡也蓋好了 既然沒有辦法有事做 那就來專心撿設物 左邊的城鎮中心 稍微攔截到一些重裝長槍兵 哇 看起來老鷹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喔 這邊有少量的騎士 抓到少量的老鷹分隊 直接吃掉這坨老鷹 正面的工程器製造所蓋完 也沒有辦法發揮它的作用 直接被一根城堡阻斷了夢想 騷擾的夢想 看起來歪歪這把被刺得死死的阿 說明差距終於來到了一倍 126吋對上59吋 分數也來到差距了10...1200分 太太太狠了 說明差距這麼多 4TC開弄 這邊4TC等於5TC阿 那YO這邊則是3TC剛在運轉而已 Lype利用自己的防守反擊 這個特性打法 開始把自己的經濟拉起來 前面一直在強攻對手 但這邊打一打突然打防守反擊 讓對手很不適應 然後對手出了一堆兵 想說要來防Viper的繼續強攻 結果Viper直接一個回頭開弄 直接不領 我才不領你那麼多兵了 反正我就先弄 這邊臭民術來到150吋 150吋戰術又要來了嗎 那這個戰術的特點 是可以快速補下大量的經濟 甚至可以來到160吋也沒問題 補下經濟之後 趕快再去補下 這個帝王世代三級射啊 或是三級的騎兵鎧甲 他沒有三級射 補下化學之類的科技 波斯打阿茲特克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出薩瓦爾 薩瓦爾騎兵雖然打工兵單位 無外增傷 但是他的體質 打老鷹的話效果其實還是不錯的 而且攻擊速度還比游小還要快 所以阿茲特克這邊勢必還是要轉老鷹 配生女或是槍兵 混拿策率會更好一點 這邊還有少量騎士 解掉家裡的防守 目前兩邊的交換 YO的經濟戰損更慘 雖然MAP也有 而且來到了14村 這邊生女招搶一下 喔 這邊的生女放進去再放出來 躲過了老鷹的傷害 這個花式放检生物的生女 有機會碰到 這邊MAP有點下了 帝王是帶母子環也補下 這邊母子環難道是要打馬弓嗎 阿達之打馬弓 感覺很有想法 好像也可以 那為什麼會可以 是因為 如果母子環 只能馬弓跟弩兵 之中選一個的話 馬弓的話 傷害會比弩兵多了一點傷害 而且可以吃到 安息人戰術的效果 打對方槍兵也會更好打一點 那雖然沒有三級射手短了一點 但帝王時代還有化學 可以補齊這個重裝馬弓的傷害 好 LAPP直接棄掉了左邊的城增中心 左邊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哇 LAPP這邊是完全純龍 不跟你交流 就是自己玩自己的 這邊肉馬也開始 也要升級上去的嗎 這個資源量可以點大肉馬升級 Vipe沒有點大肉馬 還是要點重裝馬弓 先把重裝馬弓升上去 馬弓騎兵開始在出了 這邊升級的是三級馬鎧跟重裝騎士啊 完全猜錯Vipe要升什麼 不升大肉馬 直接升重裝騎士配三級馬坎 把功夫部分已經量產出來 好 成員YO 大量的老鷹入侵到了Vipe的農田 這裡馬弓加重肉馬 少量的騎士過來解 解到頭子車完美 這裡只要沒頭子車的話 工程的效率會變差 好 右邊補雷跟城堡 開始用寶推慢慢推進啊 YO這邊帝王十代還有兩分 這邊老鷹雖然升級上去英勇士 但是看起來 要升到精銳英勇 會有點困難 這裡遇到馬弓該怎麼夾呢 這裡直接轉戰毛不好 需要大量肉 但是阿茲這裡肉不多 還黃金很多 還是鬼轉大量老鷹 配上升旅呢 那如果配升旅的話 跟 老鷹的話 黃金需要量很高 而且波士這邊也轉出了 重裝騎士 哇 Vipe這邊直接轉馬弓配騎士的策略 非常的狠 全部都是黃金兵 只有經濟非常強大的時候 才有可能打出這種搭配 Vipe直接打出166村的這個經濟配置 大洛馬也升級上去 三級的伐木技術 還有化學 什麼都點 把對面搞得很混亂 你到底想打什麼 Vipe表示 小朋友才選擇 我全都要升 太狠了Vipe OK 這邊經濟非常優秀 好 補下了三級攻 好 拿著這個精銳老鷹 還有50秒才能升級上去 但在升級好之前 家裡就已經BBQ 川普只剩下81村 Vipe這邊的壓制非常的強力 YO這邊的存在中心 可能也要撤 這裡不撤的話也會被 這邊的重裝騎士給燒了 好 Vipe這邊直接多線看一下左邊的位置 結果左邊什麼都沒有 YO真的太窮了 經濟一塌糊塗 沒有辦法轉出大量兵種 進行反制了 但是現在要點下三級的 步兵鎧甲就是極限了 結果那一頭兵最後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直接GG了 有點可惜 這頭兵 這頭兵最後雖然升級上去 也是精銳英勇士 三級步兵鎧甲也要升級好 但最後還是扛不住 Vipe這一坨的兵力騷擾 說明書只剩下66村 打出了GG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Vipe拿到了快要一倍的資源量 什麼樣的比賽 才會出現這種數字 支援贏到快要對手一倍 太神奇了 這就是Vipe的 防守反擊 Kainon 非常的優秀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